花蓮溪流域简介 花蓮溪流域位于台湾东部花蓮县境内 北街吉安溪 南界秀古软溪流域 主流花蓮溪 原名红岩溪 原处于中央山脉拔子山 加农溪至上游 及海岸山脉至加兰溪 东流入花冬重谷后 沿重谷平原北流 在花蓮市南郊化人注入太平洋 流域行政区包括 花蓮溪境内之光复 万蓉 凤林 寿丰 吉安 秀林等六个乡镇 主干流全长57公里 流域面积1507平方公里 主要支流有 木瓜溪 在齐来山与能高山间 东侧集水区汇流的木瓜溪 是花蓮溪最北 也是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 流经花蓮县秀林乡 寿与吉安乡 为吉安乡与寿丰乡的根界河 最后在经流东华大桥后 注入花蓮溪 寿丰溪 寿丰溪位于台湾东岸 花蓮县境内的溪流 为寿丰乡与凤林镇的乡镇界河 属花蓮溪之流 原名芝雅干溪 源头来自于中央山脉中段 海拔3060公尺的 安东君山山脉中的光头山 下游在西口村 兆丰农场东方处汇入花蓮溪 万里溪 旧称马里雾溪 又称森林返溪 位于花蓮县宛荣乡 流经长桥里 发源于白石山东路 经安东君山东北路者向南流 至宛荣乡至宛荣村 西出谷口入平原 至凤林镇至三星里 简阴大桥附近 汇入花蓮溪 马太安溪 旧称瓦那那溪 发源于东大山东北路 汇集附近珠山溪之水 向东北金轮大门北路 折向东流 至光复乡至立山村附近 出谷口入平原 以东横床拓为大冲击散 流入一成网状 向东汇入花蓮溪 光复溪 发源自中央山脉拔子山 金流花蓮县宛荣乡与光复乡等乡镇 其支流有南清水溪等 阿美族文化的发祥地 泰巴朗文化发祥地也是坐落在光复溪板 与另一个阿美族大部落 马太安部落 隔着光复溪相望 花蓮溪流域 由于地形陡峭 流域短期之特性 加上气候扁迁 任为扰动开发等影响 造成部分河川下游 河川裸露地增加 每逢东北季风盛行时节 常会发生严重之河川阳城的现象 影响河川周边居民的生活品质 及身体健康 政府部门有鉴于此 于民国一百年起 针对河川阳城防治工作 编列相关预算 进行阳城预警 监测 宣导改善 及防治工法等作为 一、每年花蓮县环境保护局 与河管相关单位 进行跨区域的联系会议 透由彼此研讨及经验交流 环保局将相关河川阳城的 监测及河川裸露地相关分析数据 提供河管单位作为各项防治工法 施作的参考依据 借以提升花蓮县境内 河川阳城抑制成效 二、年内 各河管单位对于 阳城的主要河川 利物锡、花蓮锡及绣布阮锡 进行硬体的防治工法 分数如后 利物锡流域系数 县管河川 由花蓮县政府 建设处水利科 及民政处公共造产科合作 完成绿覆盖工法 面积0.0292公顷 景文桥至太鲁阁大桥间 施作池径市水覆盖工法 面积32.85公顷 花蓮锡流域系数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所管辖 年内对花蓮锡 花蓮大桥上游 施作余文市水覆盖工法 6公顷 月梅大桥上下游 绿覆盖工法4公顷 秀古软西流域艺术水利署第九河川局管辖 年度进行高辽大桥南侧业买式水覆盖工法 7公顷 及上下游处绿覆盖工法 施作面积14公顷 近年来透游各项工法施作 对于河川阳城意志 已产生显著的成果 自106年以后 花蓮县境内的河川阳城现象 已逐年下降 亦无阳城事件日的发生 3.每月3月 花蓮县环保局 举办花蓮地区河川阳城事件 紧急应变演练 邀及河川管理单位 县府相关局处 及各协助演练的单位进行演练 模拟河川发生阳城之状况 借由各级应变单位实况演练 加强熟忍事件发生时之通报流程 及全责分工之应变作为 4.办理道路洗扫作业 对河川阳城好发期配合办理洗街作业 降低阳城对于民众健康的危害 洗街地点分别为 新城乡、寿风乡 以及玉里镇等地区 5.河川阳城宣导说明会 年度针对立务西、花莲西及袖孤阮西 受阳城影响的区域村里、社区、校园 或巡守队办理教育宣导说明会 借以提升民众对阳城防治与自我防护的了解 6.创新做法 为提高巡查效率 达节能审探之效果 目前已于立务西大桥 及华莲西大桥西盘附近 架设CCTV即时监视系统 可及时观看河川裸露地的现况 若发生阳城情形 可及时妥彩应变作为 提升应变的效应 并减少人员的往返车程 符合节能减碳之效 7.阳城预警通报系统 河川阳城PN10 悬为浮力浓度 全天候24小时 连续自动监测站 设置于花莲锡、里五锡、修固软锡 进行监测 河川阳城的浓度变化 并透由监测数据显示看板 提供准确的资讯 给当地的民众 并可掀齐做好预警 及防护作为 监测站采样每小时 PN10达100维克立方米以上 即发送预警通报简讯 若浓度达600维克立方米 且持续两小时以上 立即启动应变机制 令每日依气候条件进行未来三日 利物锡、花莲锡及修固软锡 阳城预警的评分 将总分区分为绿、黄、红、三等级 当评分为黄色等级 有发生河川阳城之余 前一日会透过LINE群组软体 通报相关单位待命 并透过CCTV的监视 利物锡、花莲锡有无阳城的情形 当评分红色等级 或发生阳城几率高于黄城 25至26分时 于前一日请地方电视台 进行跑马灯托波 提醒邻近阳城河段附近的居民 进行防护的工作 第九河川局和领馆处合作 让河川的漆地蓝带 与平地森林的漆地绿带 能够串联起来 如此蓝绿缝合 就可以串接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的 生物廊道 以自然环境生态工作施作 让河川生态富裕 与意志阳城工作能互相结合 提供河川周遭民众一个 休憩及优质空气的生活空间 以上影片为政府相关部门 针对意志河川阳城 及营造优质环境改善 所做的努力与付出 环境保护需要政府与民间一同努力 接下来影片由国立东华大学教授 刘盈三老师进行宣导教育说明会的课程 敬请收视 字幕志愿者 刘盈三老师 字幕志愿者 刘盈三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要来跟各位做109年度花蓮县核酸阳城预计 宣导还有改善推动计划的宣导说明 那我是国立东华大学的刘盈藏 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 能够来跟各位做这样子的一个简报跟说明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说明的呢 大概可以分成五个大的部分 那各位大家都很清楚 花蓮福源其实蛮广迫的河川也非常多 所以呢阳城的情形也相当的多 那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阳城 还有它发生的原因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从大家所谈到的 花蓮有那么多的河川 那到底产生河川阳城的地点 是在哪一些地方呢 第三个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都清楚 那这些很细颗粒的这些阳城 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自我的保护 有哪一些措施呢 那这是第三个部分 那第四个部分 就是其实全国 包括我们花蓮县政府 环保局 那都做了很多相关的措施 就是希望能够来减低这个阳城发生的机率 或者是因为阳城 对我们所有的居民朋友们所产生的影响 所以呢 到底有哪一些作为呢 这是我们第四个部分要讲的 第五个部分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语 首先 第一个是阳城跟它发生的原因 那所谓的阳城指的就是 风很强的时候 发生风很强的时候的这个强风 把裸肉地 包含了像河川啊 或者是在陆地上 比较细颗粒的 这些细沙 吹起来的这个现象 那像烟雾一样 我们看得到 那这个就叫做阳城 或者也可以叫它叫做沙城 甚至大家很熟悉的叫做风飞沙 那我想各位可能很耳熟能详的 有一个台语的歌曲 有一首台语的歌曲 就叫做风飞沙 那相信所谈到的 就跟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部分 是有相关的 好 那刚刚有谈到裸肉地 裸肉地的意思呢 是只没有植物生长 或者也没有铺上我们很熟悉的像柏油啦 水泥的这些铺面 铺在那上头的 那这些土地呢 旧色叫做楼肉地 那常见的比如说 闲置的空间啦 或者是 这个刚开发的 开挖的这些山坡地 或者是没有铺上 PU 这种跑道的 或者是PU的这种铺面的这些操场 或者是直了草地的草皮的这些操场 那海滩啊 河床等等那些 都是叫做楼肉地 那如果更细分的话呢 我们又可以把 裸肉地分成为一般的裸肉地 跟河床的裸地 那所谓的一般的裸肉地呢 就是除了 如我们这个幻灯片上面所看到的 这个河床的 河川的裸肉地 或者是 引建工地 或者是在使用之中的这些 还有包含了一些修耕的这些 农田农地的话 那这些呢 没有在植物生长在上面 没有植被的 或者是覆盖的这些 这个水泥啊 等等这些东西 都称它叫做楼肉地 那楼肉地 那当然有了那些土地露出来之后 就会知道 阳城它发生的可能一些原因 那就显示的 不要像 这个在这个道路上面 或者在工地上面 因为沙士的车辆 引起来的这些阳城 或者是 营建工地的时候呢 那可能有青岛啦 或者是 这一些相关的建筑 这个工程的 这些作业的时候 就会产生了阳城 那当然 这个也有河川的 譬如说我们可以在 利物西看到 这个利物大桥 泰鲁阁大桥 跟这个利物西 阳城的这个情形 那这一些呢 都是阳城发生的原因 那特别是 那这个在这个 每一年的十月 到隔年的四月这个之间 都是河川阳城 耗发的时间 那至于农地呢 它可能就是在 翻土的阶段 或者在休耕 没有人管的这个时间里面 它容易产生 那当然刚刚所谈到的 十月跟隔年的四月 这个期间 大概是从十月到一月二月的时候 刚好也是东北季风 耗发的之间 所以这些都是 阳城发生的原因 那当然我们更进一步来看的话 那什么叫做河川阳城呢 那也就是刚刚谈到的 是发生在河川的河川上面 所产生的阳城 那当然也是因为 这个风 比较强的风 把在河川上面的 这一些揉露的这一些 这些细沙吹起来的 那这个就叫河川 这个阳城 那另外一个名词 可能大家也都有听过 叫做沙城豹 那这个名词呢 大概也是最近这几年 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名词 那也就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个墙峰 把大量的地表的这些沙城 那这个大面积的 非常非常大 的一个范围里面的 这一些沙城 通常是细沙 或者是更细的这一些 属于粘土这一个部分的 这些吹起来 而产生 这种这个沙城 这个天空的这样一个情形 那这个是 常常发生在比较干旱的 这个土地 或者是沙漠后的气候环境里面 所产生的 那这个气候权权把他定义成能见度小于一公里 这样子的就称他叫做沙城豹 那如幻冬病所看到的 在美国的凤凰城 或者在中国的北京 都常常发生这种 在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它会产生这种沙城豹 那接下来就是 有一张由我们环保署提供的 就是看到沙城豹 它发生的一个原因 那包含了人为的因素 譬如说可能过度的放牧 这个肯植等等这些呢 就会造成了这个土地 它上面的植被不见了 或者它本来的自然的因素 譬如说这就是沙漠 或者是戈壁 或者是比较干掉的这些湖泊 等等的这一些 那自然的环境 它面积很大 如果受到气候的影响 有强风 有风暴 有上升的这一些的气流的话 它就会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而且受到这个比较高压 環流的影响 它会输送到比较远的地方去 所以呢 就造成 然后再加上气候的因素 到最后呢 它产生沉降的这个气流 或者是这些沙尘 受到重力的影响 而掉下来 所以各位知道 沙尘暴 發生在中国的戈壁 或者是蒙古的这些地区 受到影响的 包含了韩国 包含了日本 那近这几年来 台湾也受到这些沙尘暴的这样的影响 但是 那到底 沙尘暴 跟河川阳城有一样 看起来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 规模的关系 沙尘暴 的规模比较大 那河川阳城 相对所发生的区域跟规模 其实是比较像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那到底 第二个部分 花莲比较常发生 这种河川阳城的地方 是在哪里 那我们都知道 花莲其实 是全台湾 面积最大的线份 有4620多 将近4630平方公里 这样子的一个面积 那 这个是第一大的线份面积 那第二大的 南投 第三大的台东 其实跟我们都还有一些 不小的一个距离 好 那所以那当然 我们的河川 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 那在这里面 可以看得到 那发生 河川阳城 比较 常见的地区 大概从北而来 包含了利物溪 花莲溪 跟秀布兰溪 它的主流 支流 还有它出海口的 这个地方 大概都是 这个常发生的 这些地方 好 那当然也是因为 因为在这些河川 河川上面呢 它有一些不规则的 这些揉弱的利 加上刚才我谈到的 强风 包含的东北季风 包含的西南季风 甚至包含的台风来的 快围的环流的影响 那这些呢 大概就会使得 这些 比较细颗粒的沙 会被养起来 而形成沙尘 好 那就是所谓的 形成 这个俗称的 风飞煞 而影响在地的这个军民 再次强调 每一年的十月 到隔年的四月 是河川扬成 耗发的时间 那接下来 我们就分段来看看 刚刚所谈到的 那三个 耗发的 好 那利入序流域 主要的位在 泰鲁德大桥的两侧 那总共加起来 我们统计的大概有 240多公顷的这个面积 那这里面 涵盖的新城乡 会影响到的 包含新城乡跟秀林乡 包含的这个 新城乡的新城村 有一千多人 那秀林乡的富士村 跟崇崇崇崇 有分别是两千多人 跟一千多人 所以总共加起来 会影响到的人口数呢 大概超过五千多人 到达五千五百人左右 好 那当然还包含 这上面 还有泰鲁德国家公园 非常知名的一个 这个地方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花莲溪的流域 那我们知道 花莲溪 很多的支流 比如说北崇 木瓜溪 寿峰溪 那万里桥溪 跟这个 塔安溪 马鞍溪等等 这些都是他的 在中央商派这一侧的 这些 比较大型的 这些支流 那当然 海岸山脉这一侧也有 不過它是比较小型 所以 对我们来讲的话 是 这个 在中央山脉这一侧的 这个支流 它产生的是比较大 那这边的 我们花莲溪 主流大概有50多 主流大概50多 将近60公里的流场 那列管的楼落地大概有17处 那总共加起来面积大概有1,075公顷左右 好 那包含会影响到的包含的吉安鄉 这边的这个光华村 有900多人 这个寿峰鄉的和平村 共和村 丰平村 岳梅村 还有米湛村 等等这些呢 都会受到影响 隶属的第九口川旗 来负责来治理 好 那再过来 最后一个 再开始靠南边的 就是秀库卵溪 那我们也知道 秀库卵溪也有很多的支流 北从这个 这个 这个 我们的复原溪开始 红叶溪 然后往南边 就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 然后到了这个 拉固拉固溪 也就是 这个 南侧的这个部分 好 那益阳城的主要的这个 这个地区大概也就是在 一里大桥的 这个 上下游的两侧 这个面积大概有 73公顷左右 那另外一个是在 比较靠北边的 高辽大桥这个地方 大概有64公顷左右 所以呢 会影响到 大概都是在玉宇镇 那包含了 三明里 包含了 大雨里 那包含了 玉里的这些 中城里等等 这一些 总共加起来 影响到 超过一万 多的这个人 居民 会受到这个 河川阳城的这样的影响 好 那第三个部分 我们就来看 那到底 河川阳城 对我们的健康 有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 我们有哪一些 可以来进行的 防护的措施呢 那 河川阳城里面 当然 比较重要的部分 大概就是呢 它的直径 大概就是在10微米以下 那当然这个也包含了 我们熟悉的PM2.5 就是直径2.5 微米以下 那这些呢 就称它叫做悬浮微粒 或者我们常常会听到 叫做PM10 PM10 其实谈到的就是 直径小为10微米以下的这些 这些 粒径的这些颗粒 它的主要来源 除刚刚所谈到的 这些包含了道路的这些阳城 或者是车辆也会排放出来 这些比较细格力的这些东西 或者是露天燃烧 燃烧稻草啦 或者是燃烧垃圾这些东西 营建工地的施工 还有农地在耕作的时候 翻耕的时候 大概都是它的最主要的 这样的来源 那也会形成空气的污染 那因为呢 这一些呢 刚刚谈到的这一些 呃 呃 这个十微米以下的这些 微粒 悬浮微粒呢 它的粒径小 它就会使 这个 随着我们的呼吸 进入到 呼吸道 然后进入到肺部里面去 然后呢 会在肺部里面附着 就会加深呼吸系统的危害 这个是可能的 好 那根据呢 环保署 针对空气污染 有关于空气品质的这些 标准的这些规定 悬浮微粒的标准呢 每一日的话 大概是 125个每立方公尺 125微克 为它的标准 那如果超过150到300的话 每立方公尺 300 150到300微克的时候 就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 如果有过敏体质的话 就会出现轻微症状 那超过了420每立方公尺 微克的话 对身体的健康 会有害的 对于敏感的族群的话 那些不适应症 显著的恶化 还会出现其他的密发症 在幻灯片里面 大概可以看得到 那这些所谓的悬浮的微粒 PM10 那跟这个续镜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成本比起来 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的颗粒的大小大概是这样 其实是蛮小的 好 那至于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防护呢 那阳城发生的时候 那通常是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之下 对空气品质产生负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影响 好 那因为呢 我们的空气里面的悬浮的这些 这个颗粒啊 微粒啊 浓度过高 会产生的影响 特别是对呼吸道疾病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 要特别的留意 那当然也会对过敏性的 皮肤的患者造成影响 好 而引起的 譬如说像咳嗽 气喘 眼睛很不舒服 眼睛不湿 皮肤过敏 骚痒 或者是这些其他的这种症状等等 那这些呢 都是 好 那根据呢 環保水的研究的结果显示呢 呼吸道的这样的影响 盛行力会增加 因为我们的悬浮微粒 空气里面的风悬浮微粒增加了以后 好 那血虫也会因为呼吸道的症状 好 那请假的次数就增加了 好 所以呢 这是一般的民众也会因为这个样子 而增加就诊的这样的一个机率 而且显然的悬浮微粒 阳塵这些东西 对我们民众的健康 其实有很明显明显的影响 这样子的一个影响 好 那至于 如果这个对于悬浮微粒润泉症健康有影响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防范它呢 那最长 最长使用的 那当然因为 这个大家现在也非常非常熟悉的 比如说我们会戴口罩 我们会戴口罩 来隔绝 这个悬浮微粒 直接从我们的呼吸系统里面进到肺部 或者是更进一步来讲的话 可以戴护目镜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更积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好 再过来 那也要长长的来 清理自己住家室内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用吸尘器把这些这个 这个 比较细小的颗粒 塵盲等等把它清理干净 或者 在户外的时候 那当然你自己的住家 住家的附近 可以多浇水 来防止这些 这些阳城的这样一个发生 那这些呢 其实呢 都是对这个 这个防范塵埋 对我们健康来讲 其实都是有帮助 好 那当然 还有另外的 除了刚刚所谈到的 这一些 这个戴口罩 戴护目镜 洒水 清理环境以外 也可以另外的方式 譬如说 你要注意 均衡的饮食 包含了肉类 蔬菜 水果 或者是脂肪 要有均衡的营养 那当然 我们知道 有食物的这些 摄取的时候 它有精致糖 那当然 我们知道 淀粉类的这一类的东西 它通常在我们的摄取的食物里面 是比较多的 然后水果 这些 然后牛奶 或者是这些 脂肪类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相对来源 但是呢 必须要均衡的营养 那摄入均衡的营养的食物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可以来增强免疫力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一个呢 当然就是多运动 运动也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那所以 跑步 散步 做体操 那这些都是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定期健康检查 特别是针对肺部的检查 可以照S瓜 请医生 听听 那这些呢 都是对我们健康防目来讲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环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四个部分 那既然 花莲其实是 一个福源面积非常广阔的一个线份 河川也非常非常多 而且刚介绍了 那阳城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健康 会有这样子的影响 那到底我们花莲县政府 我们花莲县环保区 对于这样河川阳城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罪为呢 大概我们分成两个小的部分 来看 第一个部分是环保区 对于河川阳城的管制的相关的作为 好 那河川阳城的管制呢 包含阳城 他可能可以 我们要来监测他 预警他 做教育宣导 就像今天也是一个教育宣导 还有对于污染源管制的这些工作 这些呢 其实都在工作 都在进行当中的 那办理河川阳城的宣导教育 过去 过去 基本上来讲 从开始这个计划以来 其实都一直在进行当中 好 办理河川的 全如我在这个 幻灯片里面所看到的 最左手边的 就是在进行宣导说明 那也可以 有这些河川的 巡守队 这里面包含 校园 社区 社会人士等 这些 那这些 巡守队 那这些都是 那另外 办理河川阳城的 预警防务演练的活动 那 基本上来讲 过去的这 两三年来 大概都是在立务系在进行 那 这个 幻灯片里面所看到的 就是最新的 在今年其实已经办完了 演练的这个活动 再过来 是每一个月 大概都会去巡查 河川阳城 裸露的这些区块 把它做一些 这样子相关的 这些巡查的工作 看它面积 有没有变大变小 直升的情形 会有没有变化 那这个是 要做的 那另外的 就是 这个主要的区域 河川阳城 发生的主要区域的 这些人口聚集 比较多的这个地方 它的主要的街道呢 我们会进行 清掃的工作 撒水清掃 曾经在宽政边我们所看到的 包含的这些街道的清掃 或者是工区的街掃等等这些 那每一年大概都有超过 六千公里的这个街道在西上 那当然 工地的业主 营建工地的业主 或者其他的行业的这些业者 他们也会主动的配合来 作为街道清掃 或者是他的这个工地 或者在作业区的附近也都有清掃 那再过来呢 大概就是一些所谓的 这三个 刚刚所看到的这三个河川 澳发的这个地区的 一些监测系统 疫情的系统 这些 那当然包含了 有看法 或者是有些监测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等一下再接 接下来进一步的来看看 或者是进一步来做说明 那这个监测 疫情的这个系统 大概分为有几个部分 比如说我们设的这些 悬浮微粒的 连续自动的分析的仪器 针对了PM10 刚刚谈到的悬浮微粒 它的力径小为10个微米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有LED的这一些 这个河川 这个阳城疫情的这些系统 好 那刚就针对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那个耗发的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利物稀的 利物稀 你可以看到 当耗发的季节 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4月的时候 那就会有一些监测 其实这个东西一直都在监测的 好 那就可以看到 在新城下 在这个 这个新城分局 楼上 它有这个一个监测的这样一个系统 好 它会在新城国小 还有富士国小 就会有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那个LED的这一种 这个警示的显示的这样一个系统 好 那可以 那这个是利物稀的 那花莲稀一样 它会在这个东华大桥 这个附近 在自学提防的这个附近 有一个这个刚刚谈到的悬浮为例的监测的一个系统 然后呢 在东华大学的附近 也就是大致上是在这个台十一 这个比键跟这个要进到东华大学那个附近 会有一个显示的看板 那另外一个是在木瓜西 它有线木瓜西 也有一个显示的看板 来提醒啊 我们附近的居民 还有可能用力了 那核川阳才能 这个相关的信息 那至于秀布兰西 一样呢 它是在这个玉里的这个堤房附近 也有一个车站 然后设的是在台九线跟台三十线的交叉口这个附近 也就是大致上是在这个玉里大桥旁边的那个交友探的那个附近 那个交友探是它很熟悉的一个地方 然后还有台九线 跟这个存干路的交叉路口的这个部分 也一样有这个监测预警的这个LED的这样一个系统的设置 这个是环保局 华联先政府 华联先政府环保局 所针对河川阳城的监测跟预警的系统所做的一个作为 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还包含了河川阳城的通报的资讯的平台 那你可以看得到 这上面有它的网址 就是请各位参考 可以把所有的数据 可以把所有的数据 进入到这个资讯的平台里面去 包含了空气品质 環保署的空气品质 和河川阳城的 还有各个策站的这些数据 全部纳到这个资讯平台里面来 所以各位可以来参考 除此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预报 针对于每次进行洋城的预报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他们有设定的 有这个等级 分成为低中高的这个等级 那有它一定的标准作业 重新有一个SOP 那到了某一个程度以后 到了之后可能会有简讯 然后通讯软体的这个发布 有洋城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疑虑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 启动相关的作业 就从刚刚介绍的 好 这个洗接的这个作业 好 请各个单位 这个开放 开启的防治的这个设施 或者是设备等等这些 好 那回报处理的信息 那这些呢 都是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作为 那另外一部分呢 其实是更进一步的 更积极的 好 针对刚刚我们所 这个介绍的 利物系也好 花蓮系的流域也好 绣布软系的流域也好 这个流域也好 那有一些呢 抑制洋城的这些工坊来进行 好 那这些呢 基本上来讲 就是直升防风林的 这个是对于这个地方 先经过了评估 比如说做防风林 做直升 这些 绿化的这个工作 那曾如幻灯片 最右上方所显示的 那或者是 针对于喷水 喷扫 自动喷扫的设施 或者是沙水车 这两个呢 是目前呢 正在进行的相关的工作 当然 执行的工作可能是由環保局 可能是由地球核酸局等等这些来进行 那当然另外的话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水木的 水覆盖的这些方式 水覆盖的方式 比如说可能是由梯田市的方式 或者是用护甲工坊的方式来进行 那这些呢 都是一些相关的防治的方式 那这些呢 其实都在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也来看看 那这些实际的案例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水氯气球核酸局 或者是我们花园县政府 的建设处 也进行了相关的工作 进行直升律庫的这个工作 或者是刚刚谈到的 梯田市的水覆盖 水木防沙的这些工作 那再强调一遍 这些工作的其实 都是为了我们所有居民的健康 所以呢 都是在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语 那行政院环保署 其实已经在推动全国的 核酸阳城的防治 跟推动的改善的这个方案 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 那我们也邀请 花园县政府 環保局也邀请了 这个環保署 或者农委会 甚至适宜 花园县政府里面的建设处 共同来延商 共同来执行 来逐步的来落实 各项核酸阳城的政府管制 跟改善管制 那第二个部分呢 第二的结语是 其实花园县政府环保局 已经完成了刚刚所介绍的 利物系 拉花园系 跟修复卵系 阳城的自动监测 跟疫情的系统 而且有LED的看板 的显示 让民众随时可以了解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还有一些资讯平台的建立 可以让民众随时可了解 而且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 再过来 核酸阳城的管制跟防治 不仅是环保单位的责任 而且其实包含刚刚谈到的 这个金融库水利署 第九核酸局 或者是县政府建设处 那这个都是我们 这个共同来进行的 单位 那都会复起这样的工作 最后 第四点是 环保局已将各个 单位的这些 一并闹入核酸阳城 疫情通往的系统的这个机制 来共同维护 我们花蓮县居民良好的生活品质 好 以上是我对今天 有关于我们109年度的 洛川阳城的宣导的工作 来跟各位进行 谢谢大家 谢谢 旅行